等於吳架琦你要去哪呢 如果還沒想到 今天跟著我們一起來冒險 你能想像 國外的孩子竟然在阿公家的院子裡面 挖到了恐龍的化石 哇這厲害了 恐龍化石 今天寬哥要帶我們來看 你挖到了不簡單喔 這是恐龍經濟學嗎 沒有錯 而且挖到恐龍化石 如果賣給博物館 賣給私人收藏家 他有可能高達百萬美金之上喔 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喔 美國有三名孩童 這三名孩童在哪邊呢 在美國的達克達州 北達克達州 那時候呢 他們就在有恐龍之都的 Marmus的小鎮探險喔 三個小朋友走路走啊走的 突然間踢到一點東西 就說奇怪這是什麼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在那邊挖呀挖呀挖 趙和我跟你說 一挖 哇 中大獎了 為什麼呢 他們挖出了一隻未成年的暴龍 是小隻的 叫T-Rex 據傳啦 這隻暴龍呢 可能距今大概是在 六千七百萬年的一個歷史喔 死亡的時候呢 大概是在13歲到15歲左右 所以先跟各位說 不是太大隻 但重點是 三個小朋友 居然就在那個地方 走啊走 晃啊晃的 挖到了一個大寶藏 同樣的這個故事呢 沒有想到 不只出現在美國 阿根廷的一個內烏肯省呢 那也是非常出名的一個恐龍之都喔 有一個小朋友 他就在他們阿公的後院玩 阿公耶 對 在阿公的後院玩 阿公後院玩的時候呢 他也看到了一顆化石 應該是跟石頭跟化石一樣吧 他就說奇怪這是什麼呢 他就在那邊慢慢的挖 結果一挖上來之後 他們就說奇怪了 怎麼特別特別大呢 先跟各位說喔 這每一坑的化石喔 小跟的有一米多 大跟的長度大概兩米到三米左右 目前呢 他們推測喔 這是恐龍的一個長度呢 居然高達12到16公尺喔 可能就是過去的一個 泰坦的一個巨龍 那這個泰坦巨龍呢 它是所謂的草食性的 所以現在跟各位分辨一下 美國抓到的那隻呢 是肉食性的 阿根廷抓到的是草食性的 這時候重點就來了喔 這事實上有沒有人在收恐龍化石呢 還真有 對 私人收藏家好多好萊塢的電影大明星 好多那種歐洲的貴族都喜歡收 還有各大博物館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非常出名的一個Dinosaur Sue Dinosaur Sue呢 我那時候在拍賣的時候呢 先跟各位說它非常的高 非常的大 重點是很完整 所以它竄出來之後呢 放在博物館當中很壯觀 所以呢一賣賣多少呢 賣了836萬美金 折合台幣各位您做好喔 不要跌倒喔 為什麼呢 2億5千萬 2億5千萬 就這麼多錢喔 可是呢這時候很多人就會說了 那奇怪了 恐龍統治地球 那麼長的一個時間 為什麼會突然間消滅呢 一個說法叫做漸層說 為什麼呢 恐龍是爬蟲類喔 爬蟲類它的體溫是不能夠變化的 據傳那個時候天氣變冷了 那天氣變冷了之後呢 它就因為身為冷血動物 所以非常敏感 但這個說法呢 很多人是不接受的 另外一個說法叫鬥爭說 什麼叫鬥爭說呢 很多人都知道喔 很多爬蟲類 很多鳥 他們會怎麼樣呢 偷對方的蛋 對 就你的蛋就放在你的槽裡面嘛 我就不喜歡 我就去把你的蛋給偷走 然後呢 又就這樣大家吃來吃去 特別是那些小型的一個普魯類喔 他們就把這些蛋偷到後面 恐龍它就滅絕了 但這個說法呢 其實呢也欠公允啦 所以呢多數的一個說法是什麼呢 是所謂的災難說 災難說的時候呢 就是出名的一顆衛星 砰的一下 丟到了整個墨西哥的一個半島 這個墨西哥半島之後 往上走了這個所謂的大核爆之後呢 讓整個地球 先跟各位說喔 永遠看不到太陽 整整兩年的時間 對 那兩年的時間我問各位喔 沒有太陽就沒有數碼 那草食性的動物就活不了 草食性的動物活不了呢 肉食性的動物也沒有肉吃啊 整個恐龍它就呈現滅絕了 那很多人不曉得幾件事情喔 恐龍居然跟人一樣 也會感冒 也會流鼻涕 聚傳啊 目前有一塊恐龍的一個化石叫做多莉 多莉呢 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在整個這個恐龍的化石上面 找到非常多的一個生物的一個景象 結果呢 他們就發現 多莉它的整個所謂的頸椎骨啊 居然有三塊是非常的異常喔 很接近所謂的花椰菜的一個骨骼 那很多人會說 奇怪了 恐龍身上怎麼會有花椰菜的一個骨骼呢 原來這個時候是它感染了一種 特殊的一個細菌的一個疾病 這個叫做橘菌病啊 所以呢 這個是因為橘菌病 讓你的整個呼吸道的一個系統 後面康復之後呢 就會產生這種所謂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恐龍如果說各位 它也會感染病菌 也會感染病毒 那它也會怎麼樣呢 它也會咳嗽 也會打噴嚏 也會發燒 也會頭痛 也會腹瀉喔 所以簡單的跟各位說 恐龍它的整個生活的行為 其實跟人類 跟一般的動物是一模一樣的 你家裡面有養寵物 其實它也是會感冒 也會咳嗽 而且老了呢 還會得心臟病 有些也會得癌症 但目前呢 生命科學雜誌它就說喔 請各位仔細看一下喔 成年的一個暴龍真的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長度居然高達12公尺喔 高度是3.6公尺 簡單的說 它就跟一台戰鬥機一樣大喔 重大概7噸左右 所以這時候呢 他們就去衡量了 所謂的物理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它的腿那麼短 關節又那麼細 真的跑得快嗎 目前來估是跑不快的 而且呢 恐龍它的整個 控制平衡的一個中心 是在尾巴當中 所以呢 他們就目測啊 預估恐龍的一個 行走的一個速度 一秒鐘大概一米左右 所以簡單跟各位說喔 它一小時就只能夠大概跑5公里左右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世紀懸案就發生了 為什麼呢 之前電影的侏羅紀公園 各位還記得嗎 侏羅紀公園當中呢 女明星 女主角不是穿那雙高跟鞋嗎 這個女主角看到了恐龍之後 不是第一個 先面獸 看起來臉很惶恐嘛對不對 手上拿著火把 轉身 各位它開始起跑喔 然後恐龍就不是在後面追嗎 然後請各位注意喔 鏡頭一直在那雙高跟鞋上面 所以很多網友都在敲碗就說 哪有可能啦 這個女主角怎麼可能 跑得會比整個所謂的恐龍還要更快呢 但目前的整個恐龍專家跟你說 錯錯錯錯錯錯 為什麼呢 原來這麼大隻的恐龍 它多重呢 一隻大概7噸重 7000公斤那麼重 但是它一秒鐘只能夠跑一米而已 它怎麼跑都跑不快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個女主角跑得比恐龍還快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